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德丹电影节大奖均由中国影片获得 陆德丹国际电影节是每年为欧洲电影打头阵的独立影展 主要以挖掘和扶持新人导演一级任 中国年轻女导演李孟乔指导的处女作 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 亦入为主竞赛 片中窦静彤首次大荧幕主演 同时还负责影片的音乐制作 此外 由香港导演李俊硕指导 吴振宇 谢君豪 蔡思韵等主演的现实主义作品 煮水漂流 入为大荧幕单元 无论表演还是指导都有很高的完成度 不出意外 将成为下一届的金像奖大热门 下面来看火热影片 父亲的经验成绩 日前在电影《父亲》中 饰演父亲的Anthony Hopkins 凭借在该片中的精彩表演 夺得了本届《棕旅权》国际电影节的终身成就奖 又在随后具有奥斯卡演技类奖项最重要的风向标 第27届美国演员工会奖所公布的名单中 再度凭借父亲获得了最佳男演员提名 截至目前 电影《父亲》已经获得包括北美颁奖计在内的11项大奖以及73次提名 其中 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 英国电影学院奖 洛杉矶影评人协会奖等多个奥斯卡重要前哨奖项 均开出了包括最佳剧情片 最佳男演员 最佳女配角 最佳改编电影 在内的提名认证 加上Anthony Hopkins与Olivia Coleman同台标系的阵容 电影《父亲》可谓未硬鲜火 成为2021年度最受关注的热门多奖影片之一 再来看著名欧美歌手小甜甜布莱尼的近期纪录片争议 关于歌手小甜甜布莱尼的纪录片《陷害布莱尼·斯皮尔斯》近日引起了争议 布莱尼的年少成名 此后的快速崩溃 她的现状也再次引发了观众和粉丝的讨论 该片主要聚焦布莱尼与父亲的关系 2008年开始 布莱尼的父亲 Jamie Spears 获得了对她的监管权 及她从财务到各个方面都在父亲的控制之下 2020年11月 布莱尼要求取消父亲对自己监管的官司失败 该纪录片通过对布莱尼身边亲近的人 以及各专业律师的大量采访 着重讨论了由布莱尼粉丝发起的Free Britney运动 也引发了对曾经的小甜甜布莱尼未来职业的思考 目前这部纪录片也已于2月5日在葫芦上线 一起来看著名影帝Will Smith的新年新作品计划 好莱坞著名演员Will Smith又有新作品计划曝光了 取了解这位产量颇丰富的演员即将和《死士2》的导演David Leach 合作一部带有科幻性质的犯罪动作片 目前该影片定名为《双面人生》 由此不难猜测动作系将会在片中占据大半篇幅 影片已经在2020年4月就已经官宣 当时David Leach只是本片的制作人 作为演员 Smith不仅能在商业片中挑起大梁 更能在文艺片中出演主角 他名下卖座的影片包括《全民公敌》 《我机器人》《黑衣人2》《全民情敌》等 始终被影迷爱戴 其中1997年和2002年推出的《黑衣人前两集》 在全球共计收入超过了10亿美元的票房 目前《双面人生》暂物具体的拍摄与上映安排 下面来看火热游戏《生化危机》即将发行的消息 日前于2017年立项的重启版《生化危机》 终于确定了影片的档期 这部由年轻演员挑大梁的电影 宣布将于2021年9月3日在北美上映 对于《生化危机》的游戏迷和影迷来说 四年的等待时间似乎有些过长 演员方面有移动迷宫的女主角 英国90后女演员Kia Scott-Lario 将在片中出演关键角色Claire 此前影片的制片人小林玉幸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重启版《生化危机》将更换导演和演员 并将增加影片中的动作戏和游戏的内容 争取打造出独立于原版影片和聚集的全新的《生化危机》 再来关注一下著名电子游戏《刺猬索尼克》即将开发第二部电影 日前拍拉蒙旗下的影片《刺猬索尼克2》公布了全新的标志 与之一同曝光的还有影片的上映时间 2022年4月8日 《刺猬索尼克》系列是世家旗下的一款电玩游戏 卡通动漫系列从1991年到2020年 《刺猬索尼克》系列是游戏史上最受欢迎的系列之一 《刺猬索尼克》的第一部在2020年上映 影片采用真人混搭CG的模式展开 主要讲述了索尼克全新的地球生活 目前关于《刺猬索尼克2》另有消息表示 海王Jason Momoa也正式收到 《派拉蒙电影《刺猬索尼克2》的邀请 有望为片中的纳克鲁斯一角担任配音 纳克鲁斯是原作游戏中的人气角色 也是索尼克的好友之一 一起来看经典动画《飞天小女警》即将打造真人剧集的消息 继知名动画《飞天小女警》宣布打造真人版剧集后 唤起了不少人童年时坐在电视机前等待动画片开播的美好回忆 近日这部动画再公布了重要进度 CW已经预定了该剧集的试播集 真人剧集将讲述曾经是美国迷你超级英雄三人组的花花 泡泡毛毛如今成长到了20多岁 幻想破灭的他们非常后悔自己的童年都花在打击罪犯上 但现在世界比以往更需要他们重新联手再度出击 三人会同意吗? 该剧由Diablo Cody和Heather Renee编剧 《绿剑侠》、《闪电侠》等剧集打造者 Greg Bellanti将担任实行制片人 《华纳兄弟电视》等将担任制作 目前节目暂未定档 最后一起来看著名演员George Clooney 即将携手新人演员带来的新作品消息 立像超过半年的《温柔酒吧》 终于有了新的动态 据了解演员Tie Sheridan 正在与制片方商谈出演影片的相关事宜 如果一切顺利 他将会出演本片 并与导演George Clooney 以及另一位演员Ben Affleck合作 Tie是好莱坞新生代演员 处女作是金棕驴影片《生命之术》 随后他出演了《乌尼》 《X战警黑凤凰》 以及《头号玩家》等影片 整个演绎之路算是顺风顺水 而《温柔酒吧》改编自JR穆林格 在2005年出版的《同名自传》 讲述了一个男孩的成长过程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